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次次一次次的句 从这里起一天 我要回到这里 难道人生就是这样 走来走去 从这里告别 又在这里相聚 难道人生就是这样 只有一句地理 只有告别才懂得相聚 只有漂泊才懂得回家的行李 别说我是短线的风筝 风筝总要落地 我们一次次一次次一次次的走 我们一次次一次次一次次的回 我们一次次一次次一次次的离 是为了一次次一次次一次次的举 我心中的太阳 总是从东方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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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谁 别过来 师座渴了 快去弄杯水 公子搞错了吗 这里可是阳台 应该到前面去要 你要干什么 你 团子 啊 我们的部下就安宁了吧 说不定 早就花变了 对于逃向旅阴天的人 你必须去抓 去杀 师座 你 你 现在可不能生出变故啊 我做了 我做不了 你想退缩 告诉你 今天的这个局面 是你我共同铸成的 对 正立亭和旅阴天 是不会放过我 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想想 正立亭的心腹 曾怀中 又是死在谁 又是死在谁的手里 老秦哪 你我相交多年 相也相在一起 你我应该 同舟共鸡啊 师座 秦某 追随您多年 可为情同功苦 从来没生过二心 师座 就目前的局面看 我们有两步棋可走 老秦哪 尽管直言 全都说出来 师座 第一 是逼迫正老头子 交出军印 并亲笔写出 让尾余你新任九十三师师长的 委任令 你都看见了 为了那颗军印 连曾怀中一个小小的副官 都敢同我拼命 更何况正立亭 再说了 台湾国防部 不是已经电令我为九十三师的 新任师长了吗 师座 您别急 听我慢慢地说 老秦哪 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的阴缓缓做派 师座 台湾那个国防部 现在根本就帮不上我们什么忙 当年九十三师 浴血大陆云南 兵败金三角 寄人篱下 有家不能归 到底为了谁 到头来 反正被抛弃了 所以九十三师全体将士 根本不会再买那个国防部的账 照这样来说 他们发来的委任电报 等于是一张废纸 我看差不多 所以说 正老头子手里的军印和出自他手的委任令才是至关重要的 往下说 往下说吧 其实 正老头子 对他手里的军印和那个师掌的位置 看得也不是那么重 他之所以死硬 是对我们这种做法很恼火 但是再硬 也有软处 而这个软处就是在他唯一的儿子正乔身上 照这么说来 你的那第二步棋是同第一步棋配套的咯 之我者师座也 师座 在这金三角地区 非政府武装割据 属昆沙实力最强 我们第二步棋就是要联合昆沙 在以您手里的军印和委任书 背后有昆沙武装集团 别说吕英天一个团 就是九十三师全师 怕也要对皇师长扶手贴耳了吧 吕英天团长的四个营 已经团团包围了每次乐阵 不能打不能打呀 是啊 就是因为担心您老人家和郑乔迅的安全 才只为不打迟迟不敢发动总攻 爸 时候不早了 咱们得想办法撤出去 我要把这件事情先办了 什么事 郑乔 你没注意到密室里那个壁炉吗 壁炉 那只是个装饰啊 莫非 对 那是个一般人都不会留意的装饰 但是 军印就藏在那里 哎呦 哎呦 咱们怎么会终想的点子 没想到今天 爸 咱们先不谈这些了 哎 红王 要不这样 你先守在这儿 我去去就来 哎 等等 你没看到院子里都是宪兵吗 你一个人怎么行啊 红王 哎 你去给大把手 我在这里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但你们俩要快去快回 嗯 然后咱们搞掉客厅里的宪兵 就从这种房子里脱身 莫非 这房子里有秘密通道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教徒还有三窟呢 可听 角落里那个大铁门 哎呀 你第一天来的时候 你不已经注意到了吗 这 只是 客厅里的宪兵不太好对付 红武 咱们先去取医 同昆沙挂钩子事儿 你 就真着办吧 师座 您尽可放心 您 来 喝几口 这是我让你嫂子亲手做的西洋参汤 啊 啊 提提神儿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 熬夜都熬不住了 嘿嘿嘿 哎 福干啊 嗯 那郑老头子那边看的牢吗 啊 郑乔那小子 还是有些本事啊 哈哈 满院子内外都是宪兵 郑乔本事再大 能走 他也不会走啊 哈哈哈哈 这郑老头子是跑不动了 他呢 又是个孝子 哈哈哈哈 喝完神汤 攒足了劲儿 再去折腾他们父子 哼 我就不信 他们是铁柱的 来 来 抢给我 后马 一会儿要跟紧了我啊 师座 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啊 你是个什么东西 叫皇叔回来 快 来 皇师座 不不 是皇团座 让三宝我今天在这里代班 您老有什么吩咐 尽管跟我说 真是嗑瓜嘴嗑出个臭童来的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叫皇叔回来 怎么 我的话你也不听吗 对不起师座 卑职只听皇团座的话 混蛋 是九十三师的军人 不是他皇叔奎的家奴 那好啊 皇叔奎不来 我就在这儿站一个晚上 看皇叔奎明天怎么教训你们 那好啊 师座 既然你今天要在这儿站一个晚上 那我们弟兄们也只好陪师座在这儿站一晚上了 三宝哥 我们可是有岗的呀 你这木瓜脑袋 看住老头子就是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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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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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阿姨 我现在去做又 noche 上大鲜兵们摆到泵院里边呢 咱们去远岸岛了 要不这样 你带着军医先回去 把我父亲带到房间里去 我在这边把县兵吸引过来 你们马上去安岛 不行 这事我来干 你带郑市长走 你别整了 干这种事我比你有经验 别冲好汉了 你的命都是我救的 郑市长更需要你 你 把这个带上 也许会用得上 小心 朕有毒 好兄弟 你多保重啊 兄弟 万一我回不去了 你回去告诉阿云 叫他回到阿基玛身边去吧 不 我们等你回来 都准备好了吗 不要失作 都准备好了 清一色的美智行俊 就是铁打的汉子 也熬不过去啊 好 一会儿弟兄们 给我好好地用劲 是 让郑老头 好好欣赏欣赏 他儿子的惨叫声 走 走 走 好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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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追着进去 我逼着他们进去 好了 你们都给我轻着 你们几个我的手在这儿 你你你 给我在这儿守着 其他人 走 走 走 要被我车跑 快 你在这儿守着 别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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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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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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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教 快坐吧 好 你们我爷爷在这儿呢 放 爸 你干嘛呢 我 我要给他们一点 口头尝尝 他一个人太危险了 爸 您放心吧 他会有办法的 咱们走得越早 他越安全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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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 报告团长 每次乱阵方向枪声激烈 情况不明 一定神魔后悟大多人 无所动作了 无所动作 就可能得手了 董参谋 到 免令炮兵连 继续炮击师部大院 是 免令歌营 做好天亮 把其总共的战斗准备 是 炮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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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兵重 炮兵连 代现 炮兵连 不好了 不好了 师座 师座不好了 正教父子 正教父子逃跑了 是 是 是 师座 不可害杀戒 人心未稳哪 绷缩所有路口 一定要抓住他们 师座 这里有案到 师座 快给我撞 这 人也有毒 人也有毒 打 我认识 黄树葵这个人我认识 野心挺大的 当年他就应该同张苏全参谋长投奔我 昆沙总司令 黄师长的意思是联合 不是投奔 郑立廷师长现在怎么样啊 暂时还在黄师长的控制之中 秦参谋长 美斯勒现在的局面 大概不是黄树葵所能控制得了的吧 据我的县人 据我的县人报告 郑立廷现在正在旅英天的军中 而旅英天又在包围着美斯洛镇 九十三师那颗马脑军役拿到手了吗 我看那是早晚的事 但台湾国防部已经来了委任电报 委任黄树葵将军为金三角地区 国军九十三师的新任师长 台湾的委任电令对于现在的九十三师来说 等于一张废纸 当年台湾国民党政府区从大陆共党和国际上的压力 断然抛弃了还在金三角为他们拼命的 一半以上的国军部队 对于这些 我的参谋长张苏全将军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美斯洛的九十三师何尝不是这样呢 昆沙总司令 对于蒙太军在金三角的战略意图 卑职还是有所研究的 别人认为只要黄市长和总司令联军 那么对于金三角地区的局面 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秦参谋长致知其一不知其二 黄树魁在美斯洛这么一闹腾 立刻就引起了泰国政府和军方的高度注意啊 据我在曼谷和清迈的县人报告 蒋拉赛的黑豹旅已经进入一级战斗戒备 你要知道 太国政府和军方在金三角承认的 可是正离停的九十三师 昆沙总司令 您能否考虑另外一种合作方式 让备职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我蒙太君现在也经受着泰国缅甸 以及国际刑警方面很大的压力 实在对黄树魁将军现在的处境 爱莫能助 请你转告黄将军 如果他有不测 我只能收留他个人 你们两个回去吧 怎么着 回去告诉黄三家 说我秦副根不欠他什么了 让他别再来找我 走 走 是 贵天 你必须听我的 绝不能进宫美斯拉朕 师座 我实在厌不下这口气 黄树魁居然敢这样对你 我的荣辱算不了什么 但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再不能互相残杀了 这一个多世纪来 咱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的惨剧 难道还少吗 这个小小的美斯勒镇 就有数万的军人和家传 虽然他们是记着篱下 但他们建立起这块小小的七尘之地 也是经过了几十年努力才得来的吧 一旦打起恶战 他们会得到什么后果 你想过没有 可黄树葵的问题怎么解决 据我安插在昆沙处的卧底报告说 黄树葵已经派秦富根去昆沙处 请求同盟太军联合了 结果怎么样 请求的事昆沙拒绝了 原因是黄树葵 没有真正拿到九十三师的军权 昆沙也不想得罪咱们九十三师 对这个黄树葵捕 暂且围 围而不打 再另想办法 迫使他放弃军队 放弃并变主张 师座 我同意那意见 既然已经谈到了另想办法 我倒是有个提议 就是和黄树葵谈判 你想黄树葵 现在已经是穷途陌路 成了惊弓之鸟 只要我们答应他财产和家人的安全 我想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所以我认为 由我亲自去一趟美斯勒镇 我母哥对郑桥说 他如果 如果要是真的回不来了 就请你重新回到 阿姬马灌娘身边去吧 阿姬 阿姬你别哭了 姑娘 我的好妹子 你的命怎么跟姐姐一样 这么苦啊 阿姬 阿姬你看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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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师座有请 黄团长 目前的局面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吕英天的278团 早已完成了 对美斯洛镇的合围 攻入镇内 减免一切敢于抵抗的武装力量 那只是 谈指一挥间的事 我想 这点军事常识 黄团长 比我更清楚 郑市长所能答应你的条件 也就这些 保留你的身家性命 其财产 这是他老人家对你最大的宽容 他老人家最终念及的是 九十三师在美斯勒镇的数万生灵 不愿在同事操歌 兵容相见 所以 我奉劝黄团长 还是顺赢大局 保留身为炎黄子孙的最后一点良知 不愿意 不愿意 我奉劝黄团长 好 鼻子都叫李斯洛 and 老人家最后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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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人 成功了 什么成功了 郑乔副参长谈判成功了 把细节说清楚 黄书奎交出了兵权 郑乔副参长已经下令 279团280团及师所属的一切武装部队 都回到各自的军营待命 那个黄书奎在什么地方 他已经不知道去下 我们正在追踪他的下落 郑伯伯 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阿吉玛姐姐他们去 好 他到底还是怕失作对他秋后算账 黄书奎这个人 一辈子都是在猜忌和钢笔自语中度过的 我们不谈他了 严谦 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交代 是叙子会是美斯乐阵吧 我立刻安排 好 小丹夫 到 命令科部诊状 是 来 坐 啊 我好想家看谁就能干吗 我好想家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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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家看你 在哪儿 我好想家看我 alla我好想家看你 词曲 李宗盛 我很明白我还会走 我知道山路的我不会停留 我的心如透过的手 在默默诉说对你的挽留 亮着你的心带着我的心走 风中雨中我要牵你的手 我要在你的心中永远停留 让风中雨中天一点点温柔 让你的心带着我的心走 风中雨中我要牵你的手 我要在你的心中永远停留 让风中雨中天一点点温柔 我很明白我还会走 我知道山路的我不会停留 我的心如透过的手 在默默诉说对你的挽留 亮着你的心带着我的心走 风中雨中我要牵你的手 我要在你的心中永远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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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风中雨中天一点点温热温柔